风哥去了香港,老板用普通话说,我是中国人,这啥意思啊,我是中国人啥意思,就是,就是是好的意思吧,就是我,才想好的意思。 我有的时候对这种,不是很感兴趣,因为,当然也可能也不错了,哇,这个就是风哥的这个标题,等一会我要抄他这个标题,因为人有这个不同的认同,有有地缘认同,种族认同,比如说,我说我是个漂亮国人, 这个漂亮国人,就没办法证明是个种族认同,我是个中国人,很容易让人错觉,好像有点,我也不清楚了,好像有点这个,种族认同的那个感觉,比如说我是个漂亮国人,就很难。 这个认同啊,这个认同啊,有很多的认同,我们是一个族的,我们就认同,等同善恶,有人是不等同的啊,有人是学历认同,咱都是这个985211的,咱们都是善良人, 当然也不是这样的,有人是各种各样的认同吧,身份认同,我们都是什么的老板,是吧,你们都是公仔。 只要这个认同啊,和转了个班,到了善恶那里,就没有啊,直接善恶认同好一点,我认同善良,你也认同善良,我觉得这样就更直接一点,更明确一点,就别兜圈子。 这兜圈子啊,就不知道给兜到哪里去了,七兜八兜的,就直接到善良或者邪恶认同那里去,我热爱邪恶,我也热爱邪恶,你俩认同,我爱暴力,我也热爱暴力,你是一路人,我热爱真理,我也热爱真理,你们是一路人,但是爱真理,也有假爱真理和真爱真理。 所以说当大家听到我是个中国人的这个话的时候呢,要慎重,有的人要带节奏,有的人可能就是讨好你而已,其实这个讨好未必是一种尊重,要警惕啊。